Utopia? 啊,为什么我没有生在那国? 那,找一人吧! 爱梦与大雄一行人搭乘全新道具 时空骑柏林飞船飞往天空 找到一个完美乐园,怕乐达邦 大家来到可以幸福生活的乌托邦 只是就在大冒险展开同时 他们不知道的是危机正在,草草逼近 所有人齐心协力对抗外敌 这是大朋友小朋友都爱的多拉A梦 2023全新剧场版大雄与天空乌托邦 3月在日本上映,连是两周拿下票房冠军 累计到3月26号票房已经达到 25亿4887万日元 折合台币将近6亿 不难看出多拉A梦真的是日本国民级动漫 虽然台湾的观众要等多拉A梦剧场版上映 还要好一阵子 不过日系服饰品牌已经先抢工多拉A梦商机 推出了一系列特别服饰 让小孩穿在身上只有卡哇伊三个字 不论是多拉A梦的头 还有黄色多拉美 翘着屁股跟你打招呼 招牌的记忆图丝也印在衣服上 卑鄙款式也一应俱全 大人主打家居服系列 让你生活都充满多拉A梦 早就推过多款造型卡片的iCash 2.0 也用多拉A梦可爱表情搭配经典道具配件 包含来来猫去去狗再打造新品 分为粉色系与绿色系 商品就要准备开卖 势必造成抢购风潮 TVBS新闻交换文 徐云婷台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